7月29日 红海股价跟着台股技术现行波动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上涨45点 成交量3992亿 指数收在22164点 外资群卖超6.7亿 买超台积电9363张 台积电股价上涨20元 台积电股价只要上涨20元 至少就是贡献指数上涨100多点 所以今天扣除台积电后 台股是下跌的 大家今天应该有发掘台股上涨0.2% 金融股却上涨1.24% 明显资金就是从上跪进到金融 今天AI概念股的微影下跌3.79% 广达下跌1.81% 红海上涨0.52%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只要你买到股价净值比太高的个股 在大盘修正时你会发掘跌的幅度很重 微影股价净值比最高来到10.7倍 广达来到8倍 所以微影和广达在大盘修正时 下跌的相对重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这些个股中就是因为有一些极度乐观的投资者 所以股价净值比才会这么高 在修正的过程中 这些太过乐观的投资者会出局 微影股价从最高到最低 也才花了一个多月 股价都跌掉了1075元 跌幅36.13% 最夸张的是是 微影股价跌了36.13%后 股价净值比还有6.84倍 如果你使用融资的话 下跌三成就断头了 就算你使用股票直接 下跌47.5%断头 你现在也即将自我心里面崩溃了 只要再大跌一两天 你的股票直接就会断头 之前微影股价平均是1000元 股价净值比3.6倍 所以就算你是使用股票直接 你在微影中会被断头几率也是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买高股价净值比的公司 在公司股价上涨时涨得很开心 很快没有错 但在大盘修正时 你会发觉下跌的更快更爽 一个多月就跌掉了36% 现在也没有止跌的现象 大家再来看一下广达 股价净值比8倍 今天跌到270元 从最高345元跌到270元 也才短短的花了11个交易日 就下跌了75元 跌幅21.73% 如果你使用融资的话 现在压力应该是比山大 要是使用股票直接的话 应该开始会有一点点小剧场 不过距离断头还有一些距离 目前广达股价净值比还有6.16倍 我常会提醒大家 有一些高股价净值比的公司 在多投时比较会涨 但你还是得考虑修正期 上涨时很多散户都自信心爆棚 但在下跌时什么内心细度会上演 我常常会拿别人的例子给大家参考 我当然也会时时刻刻记取别人犯下的错 并保证自己不会犯一样的错 我在投资时 杠杆只会在股价净值比一倍时使用 涨到1.5倍以上我就不会使用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股市修正时 我不会被金融负债搞到出局 最近台股就是给一些过度乐观的散户上了一课 如果他们能再修正拨活下来 他们未来就不会再这样好傻好天真了 我以前在股市中也是常常被教训 我就是记取了一个又一个股市教训 并发誓一辈子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时间久了后 我自然就成为股市赢家 今天台股确实是在季线及月线之间盘整 只不过季线及月线中间还有一条周线 台股台积电及鸿海今天都是碰到周线就跌下来 因为台积电季线及周线相差比较远 所以台积电股价今天还上涨了20元 收在944元 在季线913元以上 在周线951元下 台积电股价只要稳住 也就是在季线及月线之间整理 台股自然就不容易出现大跌 不过最近美股会持续地开出财报 所以只要重量型全职股的财报好 那就会带动美股大涨 只要是美股财报不好 美股就会大跌 台股目前没有公司开财报 所以就只能跟着美股指数大涨及大跌 所以大涨的压力就是月线 大跌的支撑就是季线 平常没消媒息时就会在季线及月线之间整理 台股第二季财报是8月中 所以当美股财报开完后 就会换台股开 美股最近很多科技股会开财报 所以容易产生暴涨及暴跌 目前台股 台积电及鸿海就归技术派掌控 毕竟美国科技股财报好或不好 那和鸿海及台积电也没有直接关系 但目前美股只要大涨或大跌 台股指数自然也会跟着大涨及大跌 所以就只要依据技术分析来走 最近懂技术分析的人会比较吃香一些 不过8月中后就回归基本面及产业面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第二季台湾重量型全值股开出很好的财报 那美国科技股涨跌 就无法去影响各股的股价 很多散户没有遇到股市修正期 所以他们在做投资时都会相对乐观 在股价上涨时 一般讨论区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都是以极度乐观的字眼 最近股市在修正时 大家可以试着去一般讨论区看看 大家会发觉风向好像变了 这就是很正常 一般个人在股市中之所以会越来越厉害 那是因为他经历了股市大大小小的股市波动 也看尽低级投机客买了较多 卖了较空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大部分在那买来卖去的人 最终八成到九成都是会赔钱的 在股市中有八成赚钱的人 都是透过价值投资 然后买了放着不动的人 时间只要一拉长 价值投资的人就会赚钱 这时会有人说 这么简单怎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在股市中赚钱 其实道理很好懂 当股市下跌时 这些散户就会想 我干嘛傻傻的抱着给股价下跌 不如先卖一趟 或是先放空之后再做多 就是这样的动作 这就造成股市中有八成到九成的人赔钱 在股市中赚钱其实很简单 就是买到有价值的公司 你就一直抱着 不要存有占别人便宜的心态 有一些人常常会觉得自己先卖一趟再低接 之前有三万个鸿海股东 就是想说105元卖 然后100元低接 这样就能赚到一年的股息 结果现在还在外面悔恨 还有5万人想说120元先卖一趟 然后再回头低接 这样可以赚鸿海两年的获利 他们卖的时候会想 谁和你傻傻抱着 我卖了就赚两年的获利了 抱着的人真的是傻瓜 结果这5万个人就出局了 涨到132元时 又有4万个人想 如果我卖出 这样就赚了三年的公司获利 如果自己卖了 这样就能多赚三年获利 之后100元再买 高卖低买好轻松 有12万个鸿海股东就这样被洗出去 他们可以从2021年3月报到2024年2月 这段期间鸿海股价平均106元 但一涨上来时 他们为了占别人便宜 所以就这样卖掉股票 很多人在股市中无法做到大智若鱼 你认为鸿海到2028年到2031年有AI百年大行情 放到2028到2031年至少能得到股息60到80元 净值增60到80元 你就傻傻的抱着 过程中不要为了小波小动而在那买来卖去 在股市中投资赚钱就是这么容易 但大部分的人却都抱不住 大家按赞并留言 投资最难的就是做到大智若鱼 很多散户就是想要占别人便宜 买来卖去赚差价 最终钱都被政府及券商赚走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 鸿海股价跟着台股技术现行波动 2. 台积电及鸿海基线反弹碰州线反压 3. 投机小型股涨停及跌停看主力心情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6.76亿 投信买超台股61.95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141.16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85.97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1114口 期货留仓空单36297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15550口 最近自营商卖台股卖很凶 除了自营商避嫌的外 自营部分也卖很凶 自营商有一些是因为散户买了ETF 高股息ETF 债券ETF 加权指数正儿ETF 台湾50正儿ETF 所以自营商才会卖给散户 自营商把钱给投兴去买成份股 今天外资群看到指数跌到际限 也没有再强力地卖超 今天仅卖了6亿 自营商却卖了141亿 算是很夸张的卖超 台股今天会开高走低 很大的原因是被自营商卖下来的 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85亿 外资群买卖超前五名 买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台新金 买了17203张 第二名第一金 买了16045张 第三名中信金 买了14154张 第四名开发金 买了12372张 第五名赵丰金 买了10273张 卖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富华台湾科技优袭 买了47011张 第二名的友达 买了25117张 第三名的元大台湾价值高席 卖了23648张 第四名的国泰永续高股席 卖了20832张 第五名的玉山金 卖了15378张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龄 买了2490张 第二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2343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惠利 买了1485张 第四名的是元大 买了1303张 第五名是赵丰鹿港 买了1282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凯基台北 卖了3968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卖了1120张 第三名的是华南永昌 卖了917张 第四名是永峰敦南 卖了738张 第五名的是国泰综合 卖了558张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龄 第二名的是大摩 美龄就是短线仔 之前卖了一大堆 大摩才是做多的主力 当鸿海股价跌到200元时 大摩就持续地一直买超鸿海 因为台股出现了一波急跌 很多散户自信心比较没有这么爆棚 外资群就在季线到周线小买鸿海 从鸿海股价跌到200元时 外资群合计是买多卖少 会卖的外资就是之前做多 股价跌到他们的成本区以下的外资 例如高盛 整体来说 外资群对于200元左右的鸿海 还是会持续买进的 鸿海会受惠接下来几年AI伺服器 AI手机及AIPC 最近台股修正就是给投资人买进的机会 之前鸿海没有这么多确定的产业面利多 现在已经确定AI伺服器 接下来几年会强劲成长 AI手机及AIPC 接下来几年会显著成长 在这么确定的基本面 及产业面情况下 如果有人愿意比较便宜地 把股票卖给你 这也是好事一件 之前我就常和大家说过一句话 鸿海的股价曾经看到多低的价格 你的库存中才会有那个价格的股票 很多人都是看到上涨时说跌到哪儿他就买 但因为他不懂基本面及产业面 他投资也没有一致性 所以看到股价下跌时 他们就会想要低一点 再低一点 最终股价跌下来后再涨上去 他们手上也没有任何鸿海股票 之前我和大家说 如果我是主力做多外资群会怎么做 那时我就说我认为大摩 小摩及瑞银是故意在230元 220元 210元卖 为的就是后面去防售200元这个关卡 那时有人觉得大摩是在出货 就在那说的口莫横飞 说我看错了大摩的想法 那时我说筹码分析 本来就没有什么100%这种事 能推测出个7成到8成就算厉害了 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过去了 鸿海股价再跌到200元到200元以下时 大摩几乎就是天天买 虽然没有买很多 但至少就是天天买 合计买超了19264张 鸿海的周线196.6元 所以大摩平均就是买在196.6元 所以看来还是我推测大摩的行为 比较准一点 我也不是什么神算或摸股师 我单纯就是幻想 如果我是主力做多外资群 我会怎么做赢的几率比较大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把鸿海股价拉抬起来 没啥了不起的 如果市场投资者 不愿意去接受200元的股价 那主力外资群及内资 是无法卖出手上的持股 之前鸿海股价 从100元涨到132元时 我就说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 不可能出货 因为一出货他们必死无疑 散户就把股市当一个数字 他们也不懂股市 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当初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 把鸿海股价拉到132元时 如果他们倒货 整个市场不会有任何人 相信鸿海该值132元 那些卖出的散户 一定会在100到105元 去等外资群及主力 所以外资群能做的事 就仅有继续向上拉抬 大家看100到105元 洗掉3万个散户 120元洗掉5万个散户 132元洗掉4万个散户 就知道当初市场普遍认为 鸿海股价仅值120元 如果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 无法打破这个锚点 那他们出货一定必死无疑 后面涨到155元时 我也说股价刚涨过134元以上 大部分的散户还没有中锚定效应 主力如果把手上鸿海卖了 一定不会有人接手的 所以那时鸿海跌到137.5元时 我说不用担心 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铁定 会去自救的 大家看大部分的散户是在股价多少才开始进来的 大家不用怀疑 就是从185元跌到171元时 有6万5千个散户买在均价174元 涨到200元时部分散户卖掉 之后有16万个散户买在鸿海股价200元 这时散户才相信鸿海该在200元 鸿海接下来几年AI伺服器强劲成长 GB200下半年出货 明年大量出货 现在有一些散户看到鸿海股价下跌 就会在那说鸿海GB200喊了这么久 毛利率及获利都没有提升 听了我都笑出来了 想要看到鸿海GB200的影响 至少就是要的明年 鸿海AI伺服器营收是越多年后影响越大 去年AI伺服器营收3000亿 约占�海总营收6.16兆的20分之一 今年会提升到5000到6000亿 大概占�海营收的10分之一 明年刘董说AI伺服器有希望来到1兆元 这样就提升到15%了 我们看的就是明年之后 不会仅是看最近几个月 很多散户很搞笑 以为公司是挖石油还是挖钻石的 以为三分钟就能赚营收几千亿 几天AI伺服器营收就1兆 真的就是好傻好天真 那些都是短线的投机客 对我们这种中长线价值投资者来说 看的就是2028年到2031年 只要未来营收及获利会持续提升 大家就不用担心外资群波段卖出5000到6000亿 未来这些波段资金在回头买时 你会发觉股市又上涨几千点了 来看一下鸿海今天三大法人买卖超 今天鸿海上涨1元 成交量缩到59767张 外资群买超5579张 投信买超1314张 自营商买超861张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7754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近9个交易日 外资群买卖超鸿海情况 买3天买6天 其中7月18日及7月26日 外资群卖比较多是因为高盛指损手上买的多单 所以看得出来外资群在200元附近买多卖少 鸿海股价今天和大盘及台积电一样 碰到周线就跌下来 最近美国科技股开财报 所以很容易美股就会大涨或大跌 最近台股就是在季线 周线及月线之间整理 时间每过去一个交易日 月线就会向下一些 半年现均价就会向上 就会有越来越多投资人成本在季线 月线及周线上 大部分的标股走势都差不多 一开始上涨会回测月线 但碰到后就持续向上突破 后面会有一次是真的跌破月线 然后去侧际线 当时间拉得越长 鸿海的半年线就会越来越高 之后遇到什么大事件获利空时 半年线就会是支撑 那时鸿海的半年线价格 可能都会来到185元以上 不过接下来鸿海的营收及获利会越来越好 也不见得一定会遇到什么利空 只要鸿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趋势不变 时间是对中长线价值投资者有利 大部分的大型全职股涨上来 都不会快速地跌回去 一定就是在月线 季线 半年线整理 随着时间拉长到一年 那时鸿海的年线均价可能都来到180几元了 这就意味着近一年进来的投资者 平均成本都在年线180几元 外资群手上还买了几十万张 中时户 大户及超级大户波段还买了44万张 最好的情况就是让股价沿着季线 月线走 让半年线 年线均价慢慢地向上靠 未来想进来买的投资者 就一定得买在月线 季线 半年线或年线 技术分析就是一种统计 只要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都是200元 你就算是大罗神仙 你也只能平均交易在200元 这就是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想看到的 至少在防守其要守均线 时间只要拉长 近来的人成本就在均线上 一般人的人性弱点就是套劳报永远 赔钱会向下加码 贪平及不服输 新闻说 鸿海携手Extreme Tech Challenge将举办 Semi与AI气候创新大赛 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与服务商鸿海 与全球最大的创新生态系统Extreme Tech Challenge 今日宣布建立伙伴关系 共同推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气候创新大赛 今年Extreme Tech Challenge的Semi与AI气候创新大赛 计划于夏天启动 半决赛将于10月30日在TechCrunch Disrupt期间举行 活动还包括完整的新创展示计划和专属的交流会 借此帮助具有前景的新创公司能与产业领导者之间建立合作契机 最终决赛将于2025年1月7日在美国CES展举行 我们非常高兴能与鸿海合作 推出Semi与AI气候创新大赛 三星半导体顾问委员会主席 Walden Catalyst Ventures创始管理合伙人 以及Extreme Tech Challenge联合创始人杨兄表示 我们的使命是运用科技的力量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此次与鸿海合作代表我们使命 将往前跨出重要的一步 凭借鸿海的制造专业知识和XTC的全球网络 我们为具有远见的新创家提供了扩展其解决方案所需的平台和动力 双方共同努力下 我们可以在迈向永续和任性的未来道路上 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本次的合作伙伴关系 代表着鸿海在永续发展和环境影响领域 致力推动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身为全球电子制造领导者 鸿海在产业专业知识 前瞻性创新以及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承诺 透过本次合作将进一步深度整合 同时推动绿色制造和智慧生产环保解决方案 鸿海不仅支持今年的竞赛 还将积极投资下一代拥有深度技术的新创公司 SAMI和AI是推动人类永续发展的两大关键技术 这项协助SAMI与AI新创业者的挑战计划 也与鸿海的公司推动理念一致 鸿海科技集团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与XTC合作 我们期待看到新锐新创者 利用这些强大且多功能的技术 致力创新 为善而行 鸿海致力于将尖端技术导入永续解决方案 而这也与XTC的成立使命完美契合 鸿海和XTC攜手期望引领新一波创新浪潮 进一步解决世界上目前最紧迫的挑战 这次SAMI与AI气候创新大赛 鸿海也会凭借其广泛的制造和技术实力 后续为创新公司提供基础需求 专业指导和全球各地的资源服务 此次伙伴关系的建立 将证明当产业巨头 生态系统构建者和巨远建的新创公司 拥有共同目标时 携手合作将可取得共荣成就 此次合作也将大大促进 实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鸿海和XTC携手将解放 创新的可能性并推动有影响力的变革 利用科技创造更美好世界的愿景 藉由这次比赛 发掘和支持能解决重大全球挑战的 下一代创新者 在鸿海和XTC的共同努力下 深度技术创新领域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不仅推动行业革新 更永续发展的世界向前迈进 新闻说 订单排到2025年 台积电N3发工 供应链望到明年 台积先进制程维持抢金需求 苹果、高通、辉达和AMD等科技大厂 几乎全包下台积电3nm的产能 订单甚至排到2025年 市场看好相关供应链营运将一路看望 包括加登机子外光光照合 钻石碟中砂 半导体把财光阳科 晶圆真空锡盘的易德式级绿能等 营运都将受惠 半导体业者指出 台积电2025年先进制程带工价调整 有望上看双位数涨幅 董事长魏哲嘉日前表示 晶圆产品定价是具有策略性 对每种产品有不一样的价值 目前与客户价格定定进度 So far so good 有信心于价格及产能之间取得平衡 外媒报导 包括苹果即将推出的A18 Pro SoC 还有辉达下一代的Rubin架构在内 都广泛采用3nm制程 也造成其产量供不应求 市场积极导入台积电3nm制程的消息传出后 台积电3nm供应链也受到市场瞩目 并看好明年营运渴望受到推升 供应链加灯在EUV 极子外光 光照和式战律达约7成 EUV围影技术已成先进制程标配 业内分析 台积电从7家制程开始导入EUV技术 跨入新一制程世代 每片晶圆所采用的EUV光照层数也越来越多 探好加灯将持续受惠 在半导体把材部分 过去台积电均使用国际大厂产品 但在积极推动设备及耗材国产化之后 光阳科去年打入台积电先进制程7nm供应链之后 一几近3nm靶材供应商 光阳科打入半导体前段制程 半导体靶材去年营收比重达4% 今年估达10% 2026年目标再翻倍至20% 毕德市则是前段制程零组件供应商 主要提供真空吸盘曝光载台 搭载在EUV设备上 由于现今随着制程推进至3nm晶圆薄度越来越薄 真空吸盘扮演提高粮率的要绝 义德市明年营运也渴望优于今年表现 绿能主力产品抽取是绿网及提供为污染防治服务 透过绿网的材料研发创新 防止空气中看不见的气体分子飘落 是成本控制及粮率提升的关键耗材 在国内先进制程的是占率已超过5成 明年营运同样受贿 中砂生产再生晶圆及钻石碟产品 其中高规格暂时跌新品 获得大客户连续性及扩大采用 在3nm是占率达到7成以上 法人预期 随大客户3nm产能逐步达到满载 明年企业机动能渴望较今年显著增强 那天我说接下来就是技术分析派接手市场走势 指数会在季线及月线中间整理 台股目前距离月线还差得很远 季线22,242点 月线23,335点 中间相差1,093点 在季线及月线中间还有周线22,470点 今天台股最高来到22,471点 所以就是过周线后被打下来 最低来到22,218点 差不多就是碰到季线又反弹 所以目前台股就是会在季线及月线之间整理 今天上去先碰到周线 短线如果国际股市持续上涨 那周线就会先过 之后下一个压力点就是月线 现在三大法人其实不用急着去攻月线 毕竟接下来美国科技股会开出财报 重量型科技股如果财报好 那美股及美国科技股就大涨 自然就会带动台股指数上涨 如果美国重量型科技股财报不好 美股就会大跌 就会跌破季线 不过美国科技股一直开出财报 一定是有的好 有的差 所以跌破季线后容易因为好的财报又反弹 现在台股指数就是在季线 月线及周线整理 目前台股的季线距离月线还差很远 如果用时间盘整月线的价格就会变低 季线的价格就会向上 现在进来买的散户成本就会落在周线 月线及半年线上 外资群的成本会在半年线20883点 甚至是年线的18908点 所以外资群让指数在季线 月线及周线整理 就算偶尔美国重量型科技股财报表现不好 造成美股一两天大跌 了不起就是暂时跌破季线 现在季线22242点 距离半年线的20883点 还差了1359点 更不用说年线的18908点 差了3334点 外资群会透过统计的方式操作 向下打外资群其实也是不担心 自己当初买的部位赔钱 能控制在季线 月线及周线的话 那就慢慢整理 让一些散户失去信心 心中的锚点渐渐的会从24416点降低 之后外资群才能在低买的把波段卖出的5000到6000亿买回来 今天台积电反弹的幅度比较大 但其实一样是在季线及周线整理 台积电的季线913元 周线951元 台积电今天最高来到948元 差一点就碰到周线了 这和台股差不多 台股指数今天也是在周线后就向下跌 台积电的月线1000.45元 因为周线和季线相差比较大 所以今天涨幅比较大一些 其实还是一样在合理的技术走势中 再来看一下鸿海 季线191.34元 周线196.8元 今天鸿海股价最高来到197元 就是过周线一点点 和台股指数一样 鸿海和台股的走势是完全正相关的 台积电今天最高还没有碰到周线的951元 最终鸿海股价收在193元 鸿海月线均价来到210.65元 昨天鸿海月均价位211.57元 月线均价向下1元 昨天鸿海季线均价190.7元 今天季线均价来到191.34元 增加了0.64元 昨天鸿海半年线均价158.65元 今天来到159.42元 增加了0.77元 昨天我说过 鸿海股价会在季线到月线之间整理 今天上面先遇到了周线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短线投机8要素 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法人心理面 散户心理面 自我心理面 资金配置及纪律 最近换技术派接手了 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们早从之前广达集委创的走势就知道了 之前广达集委创也是这样走的 上涨了一大波段后 股价先是跌破月线 前几次都会反弹 然后越涨越高 后面月线跌破后就会接着跌到季线 然后反弹整理一阵子 一阵子半年线均价变高后 如果遇到利空 那半年线就会跌破 不过那时鸿海的半年线可能均价都来到185元了 接着再半年线整理一阵子 然后向上突破月线 接着再突破季线 接着就重新向上涨一波段 很多人看不懂技术分析 其实说穿了就是大家的平均成本 试想一件事 当股价上涨时 大家的成本都很低 都在等一个稍纵即逝的高点卖 所以开始周线及月线很容易跌破 那就是一些人在预设高点 结果发现猜错后又买回 最后中会有一次是猜对 他们就会把股票卖掉 有一些人不相信波段高点到了 以为跌破月线后一样会反弹再突破前高 但中有一次是跌真的 接着就跌破季线 然后开始再季线 月线及周线整理 所谓的整理就是换手 大部分进来的人成本就会落在周线 月线 半年线上 后面出现利空时 也许再去跌破半年线 这样近半年进来的人平均成本就都在半年线了 向上突破到月线及季线时 因为大家平均成本就在这 也不会引发多大的卖压 当然这是搭配基本面及产业面 关于这一点 鸿海AI伺服器强劲成长 只比200下半年出货 明年大量出货 所以接下来的鸿海营收及获利增加 那都是很自然的 现在就是让技术派接受 让一些嘴巴说很有信心 但股价一波动就现原型的人先出局 今天台积电股价到季线后反弹 大家可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态度 外资群买超9363张 投信买超1395张 自营商卖超1305张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9453张 我判断外资群把指数杀到季线后 会倾向在季线及月线之间整理 今天看到外资群买超9363张 把台积电股价向上拉到周线 目前距离月线的1000元还差了56元 只要台积电股价在季线到月线之间整理 那季线 半年线的均价就会向上 月线均价就会向下 三大法人就算想要向下杀 也要在季线整理一阵子 不过太快跌到半年线的话 一来自己手上的波段的筹码剩不到一半能卖 二来是让台积电跌得太极太快 容易会引发短线的强反弹 外资群及主力手上的筹码并不多 大家不要以为外资群及主力 可以在台积电中为所欲位 台积电并不是小型主力股 想要把台积电股价打下去 一来是要看彼此外资群的心意 二来是要利用散户的心理面去让股价人踩人 当然平常还有消息面及国际股市 这些都是短线能让股价波动因素 今天台积电股价反弹去碰周线 然后就跌下来 这就是很正常的 如果晚上美国股市上涨 那之后台积电的下一个压力区就是月线 如果晚上美国股市下跌 台积电的季线就会是支撑价 让台积电股价整理一段时间是有好处的 只要时间磨一阵子后 散户的平均成本就会落在周线 月线上 这样下一次再向下杀的话 买在周线及月线的投资人 就会是人踩人的卖压 不过台积电之后的营收及财报都会很好 外资群这样玩不可能把台积电股价一直杀下去 了不起半年限或年限就很夸张了 这时会有人说哇 台积电年限693元 半年限824元 这样岂不是要跌很多吗 大家不要紧张 只要台积电股价不垂直向下杀 半年限及年限的均价会持续向上 所以就算之后三大法人要去测台积电的半年限 那时也许台积电半年限都来到900元了 年限都来到800元了 当台积电半年限来到900元 代表近半年进到台积电的散户都是买在900元 这时半年限自然就是会有支撑 外资群如果要出货 也是要透过这种统计的方法 才能平均卖高一点 之前伪创及广达就是这样的情况 涨上去后跌下来 三大法人平均是卖在伪创股价100到120元 广达220到240元 之后伪创及广达股票就算落在散户手上 会影响股价是否会再向上走一波段的因素 也会是基本面及产业面 因为市场发现AI概念股的龙头是鸿海 第二名是广达 所以就把伪创踢一边去买鸿海 随着广达营收及获利增加 三大法人也是会进来广达中再玩波段 股价就会涨到345元 这时会有人说 你看得出来股市及鸿海股价会上涨或下跌 嗯 没错 我确实能看出个七成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 大家看我文章及影片这么久了 这些年来 我是靠价值投资赚钱 也就是买了抱着不动 就是做到大智若鱼 之前我买鸿海股价78元 76元时 有人说鸿海技术现行走空 会跌到74元 72元 甚至是70元 叫我要技术性止损 不然后悔的会是我 我那时就冷冷的对他笑 直到他心里发寒 确实那时鸿海股价有跌到74元 72元 甚至是70元 但我做的事就是持续买进 我和他说 我看的是大方向 想要的是价值投资 你拿短线投机来和我比较 我当初就是大智若鱼的一直抱着 时间也过去了五年了 大家觉得我正确了还是错了呢 现在会有人和我说 你当初78元买 76元 结果跌到74元 72元 70元好弱啊 应该不会了吧 大家现在只看到我78元买 领了4元 4.2元 4元 5.2元 5.3元 5.4元的股息 现在成本好低啊 根本就无敌 这就是短线及中长线的区别 也许短线技术分析能看出短线波动 也许股价确实也会下跌 但你要坚定自己当初进来的目标 我就是和大家说我要价值投资 之前红海涨上来时 我和大家说到2028年到2031年会有AI百年大行情 那时进来买的也是看好这个理由 那你就不能因为短线的筹码面 消息面及技术面去改变自己的决定 如果你做事没有一致性 也就是标准 那你是无法在股市中赚到大钱的 当初取笑我买在78元 76元 然后向下摊平74元 72元的人 现在他敢再出来笑我吗 时间也才过去五年 当初我就和他说我没有再和你看短线 我看的是中长线 我敢和你赌任何东西 时间只要一拉长 最终赢的一定是我 这就是买进一档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的公司底气 既然看好2028年到2031年的AI百年大行情 那你就不能在过程中因为任何短线因素而卖出手上持股 新闻说 绿能股云豹能源6月中旬改列一般版上市后搭上云霄飞车 即便遭证交所关禁币 股价依然不停往上冲 就连出关当天台股重挫529点 云豹能源仍逆势大涨 更于上22日冲上历史高点330元 不过23日就跌停锁死在297元 放完台风价除息又杀一根跌停 29日连续第三根跌停 股价三个交易日跌近百元 有网友透过Kart发文询问 云豹能源还能续报吗 他买在194元 除息后连跌两根 让他有点害怕跌不止 另有网友发文称 他先前看到绿能股涨是凶猛 本想要进去捞一点钱 但他在325元一口气买三张后就疯狂跌停 如今想要止损却怎样都卖不掉 让他这急求助 怎么办 拜托大家救救我 其他网友则纷纷表示 涨停上300 新闻跑来报道 吸引投机客表示要开始收割 还会再下去 你要挂跌停卖 外资没有玩这只哦 卖下去的都是那只筹码 台湾自己人在杀你 去怪他们吧 但也有网友认为 放着等涨再卖啊 很急 他就大起大落 要起也很快的 看起来快跌到支撑点了 我的话不会急着卖 小涨一点再离场 加码摊平啊 富贵险中求 现在大户就是等你们投降 低阶之后再涨停 A大回答 大家看一下云豹能源 今天是第三根跌停了 这种没有基本面及产业面的主力股 很容易就是主力要它涨就涨 要它跌就跌 今天云豹能源成交量有放大 来到9457张 大家知道成交量放大有怎样的可能吗 很有可能就是散户赔到怀疑人生了 主力又把散户手上的股票接回来 之后主力从散户手上把股票接回来 又故意让云豹能源股价上涨 所以这种主力股你连碰都不能碰 因为几个主力 只要花一点钱就能控制股价上涨及下跌 主力开心要让云豹能源上涨 他就得上涨 想要让云豹能源下跌 那他就得跌停缩死 只要股票在散户手上 那主力就每天都让你跌停缩死 哪天散户止损了 股票又回到主力手上 那主力就开始又拉抬股价 大家记得一件事 一买一卖成交易 如果股票都在主力手上 那股价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这样说好了 我手上一颗路边捡的石头 我就喊价100万 300万 500万 1000万 3000万 5000万 1亿 我喊得再高 石头就是在我手上 也没有人能卖我这颗石头 哪天石头换到散户的手上 那石头就是石头 我也不会存到再去开一亿向散户买 当初开一亿 单纯就是为了去吸引贪婪的散户 当散户越不相信这颗石头值钱 我就越喊越高 无知的散户看到石头被遇喊越高 他们就会心中在那计算 如果我昨天花500万买 今天变1000万了 我就赚500万了 其实你就算是昨天花500万买 你买到后 这颗石头瞬间就变不值钱的石头 所以不论你在100万买到 300万买到 3000万买到 你买在哪个价位 你都是得死 如果你不买 我就一直把石头价格喊上去 这时会有人说 这种短线操作和诈骗集团 金光团有什么两样呢 嗯 没有俩样 我就和大家说 股市中是合法骗子最多的地方 你敢去玩主力投机股 你就等于是被诈骗 你根本没有赢的可能 我上面说的是比较简单的诈骗方法 但一般玩当然不会只用一颗石头 也许就是拿1000颗石头 一开始还是要让一些人吃点甜头 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 偷鸡时也都要准备一把米 抓野猪时 你也要准备一些饲料 让一开始赶进来的野猪吃 当越来越多野猪进来时 机器陷阱就一关 这时野猪四处逃 四处撞铁笼 那都没有用了 有没有很像云豹能源这三根跌停呢 一开始让你吃一点饿 等狗多野猪进来后 直接就跌停锁死 关门放狗 所以如果你要是喜欢玩这种主力投机股 你有再多命也不够你死 新闻说 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百强 鸿海旗下工业副联位列第二 广东省电子资讯产业协会近日发布 2024年广东省电子资讯制造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榜单 鸿海旗下工业副联位列第二 另一子公司富泰华工业 深圳也名列前十 本届广东电子资讯制造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合计人民币3.8兆元 占全省规模以上电子资讯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80% 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20% 其中 百强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的有8家 工业妇联社会AI产业的蓬勃发展 带来了新的成长机会 第一季营收人民币1186.88亿元 年增12.09% 净利人民币41.8亿元 较去年成长33.77% 工业妇联表示 作为从广东走向世界的数位经济领导企业和新职生产力代表企业 将继续深耕AI领域 加速全球业务布局 并大力推动数位化 自动化 智慧化以及机器人化的四化建设 实践EPS和ESG的永续经营方程式 致力于永续发展和价值创造 另外 河南省工业与资讯华厅近日公布2024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 其中 绿色工厂301家 绿色工业园区21个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30家 绿色设计产品型号22款 鸿海集团旗下2家公司入选 复联预展科技 河南 入选2024年省绿色工厂 复联机密电子 郑州 入选全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篇 来 第一排 游滚区的观众朋友拿出你的热情 红海300 300 红海 300 红海 游滚区的朋友们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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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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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